全红禅,这位在东京奥运会上的一跃成名的跳水星星,与陈玉希的对决,再度引爆全国跳水界的热情。 在即将于11月22日在武汉开启的2023全国跳水锦标赛上,他们将再次展开激战,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与精神的盛宴。 全红禅,年仅16岁,但在跳水赛场上已经展现出了令人惊叹的实力。 她的每一次跳水都让观众为之心潮澎湃,其动作难度和完成度都让人叹为观止。 在去年的杭州亚运会上,她凭借出色的发挥反超陈玉希,夺得冠军,展现出了她的绝对实力。 而陈玉希,同样是跳水赛场上的佼佼者,她以稳定的发挥和强大的心理素质著称。 连续三届世锦赛女子担任十米跳台冠军的荣誉让她在国内外的跳水比赛中独树一致。 她与全红禅的比赛,既是队友之间的友谊赛,也是对手之间的生死搏杀,充满了无数的看点。 在这场被外界誉为神仙打架的比赛中,陈玉希展现出了她的决心和自信。 在面对央视记者的采访时,她虽然稍显羞涩,但是言语之中透露出的自信却让人不能忽视。 她表示希望能在这次比赛中争取到奥运会的入场券,而这正是她努力的目标。 在本次锦标赛中,女子担任十米跳台总决赛预赛将于11月22日下午2点开始。 全红缠和陈玉希的比赛备受关注,她们的每一跳都将影响比赛的走向。 晚上8点20分,女子拾米台决赛将进入黄金时间,全红缠和陈玉希的水花消失数将再次惊艳全场。 全红缠和陈玉希的比赛无疑将是本次全国跳水锦标赛的最大看点。 她们的每一次对决都牵动着观众的心弦,让我们期待她们在比赛中的精彩表现吧。 同时,我们也期待着中国跳水队在本次比赛中展现出更高的水平,为明年的多哈市井赛和巴黎奥运会选拔赛打下坚实的基础。